哈囉大家好我是NYE 今天要來幫大家整理的是新版建模的總整理 建模改版也一個禮拜了 從第一天沒什麼人玩甚至是不會玩 到現在的勝率垂直往上 我自己也是第一天開台直播秀了很多的下限 不斷的讓大家檢討這個角色還有我的玩法是不是有問題 但我始終堅持這個角色 單排他可能沒那麼強 但他值得大家去開發 這一個禮拜以來我相信喜愛建模的玩家 或者是剛接觸建模玩家 應該都比較對這個英雄有所理解了 他的勝率也垂直的在往上升 所以今天就讓我來幫大家總結一下 建模這個版本的玩法 還有大家常見的問題心得吧 改版到現在我每天都在玩建模 那基本上是有建模就選 這兩天玩的比較少 因為這兩天建模開始大家會去搶他或者去ban他了 所以我也跟一些朋友交流一下建模的心得 先從符文來跟大家說吧 單是符文就有很多種帶法 但是征服者還有彗星是最常大家見到的 很多人不太玩建模的看了RRR之後 都看到新版建模用彗星爆打了達瑞斯這個英雄 新版本的建模在對陣傳統鬥士多半是都可以壓爛的 那以此再特化彗星符文 當你的建峰只要少到對方的時候 一個彗星加膠著的這個傷害就飛了過去 那對方的線上很容易就直接被打到穿線 傳統鬥士基本上沒有多少能夠跟新版建模對線的 多數都是會被建模給壓到生活不能治理 所以像RRR 帥是用這個還沒有被Huffix補丁過的建模就直接把達瑞斯給壓爆 這個不可否認是個人水平的技巧非常高 另一部分就是新版建模的壓制能力對線太強了 不過新版本的建模非常的懼怕GANK 在沒有到達之前的話被抓很容易死掉 這是他的一個比較明顯的弱點 但彗星的話基本上不太會出現 我個人認為只有劍基跟伊羅伊算是比較好打建模一些 不過劍基也要有裝備前期還是會被壓的 伊羅伊的話就看雙方水平吧 不過由於建模的Q會讓他的意圖很明顯 所以我對到幾場伊羅伊我覺得是很難打的 如果是彗星流的打法的話 我還是比較推薦大家去出黑切的 黑切手套GA死亡之物 這幾件裝備是新版建模非常適合的裝備 我一定要說一下天使甲這件裝備 現在的建模已經是天使甲會後觸發 等於說你只要先開出你的被動 你的被動站起來之後你的天使甲可以讓你再復活一次 這樣子的話會讓你可以在團戰中 最少是有三次復活的 只要你的被動有使用到 那你就可以賣三條命去打一個團戰 甚至搭吉林輔助你可以達到四條命的效果 那再來我要說一下征服者流的打法 征服者流的打法也是我比較常用的 這個打法會使得建模的對線不會有彗星流壓得這麼的強 可是他是強在他的中期團戰 如果你是搭三項之力的話 會讓征服者這個符文的傷害變得很爆炸 因為閃耀劍是可以跟這個建模的被動是去做觸發的 那之前有BUG 那個BUG我們就不討論了 之前那個BUG是建模的Q技能是可以觸發閃耀劍的 那那個是遊戲出現的錯誤已經被修正掉了 所以有些人可能會之前玩到一個很不太合理的建模 那現在已經沒這東西了 大家可以放心 這個征服者配三項的打法我就比較推薦給單排 還有分段沒這麼高的玩家 因為這個三項的打法比較能夠在這種低分段中靠自己去carry 低分段有時候選擇的組合不會說是這麼的平均 而且比較有開團的一個意識 那其實帶彗星的話應該會是一個比較優秀的做法 因為你現在在分段比較沒那麼低的場的話 你帶彗星前期比較容易打出東西來 外加你下一個版本的傳送要被消 那你帶彗星把對方邊線給壓完了 其實很容易我們現在只要一逆風了 就很難有這個凹回來的機會 就會比較推薦大家去走一個邊線能夠壓贏的打法 只要自己注意不會gank到 或者甚至你找一個打野幫你雙排 建模打上的一個情況是很難輸 就是你的這個上路會基本上都是贏的 那你就不用去碰到你可能團戰不這麼好打的一個情況 因為建模的打大團比較容易被對方給風箏拉打 會不會打得沒那麼好發揮 因為不然你會感覺到你這個角色 你感覺好像團戰做了不少事 可是最後很忙 但是忙出來也沒忙到一個結果去 就是會比較尷尬一點 那這角色的話 團戰還是他的比較軟處的一個地方 然後再來說一下這個角色的接招 這角色的接招其實沒有想像中的這麼的困難 他的W跟E都是用來輔助他的Q技能的 那因為讓你的Q能夠更準確的命中 最好是起手先用WE的連技去拉到對方 然後再接QE 這樣子就比較容易把對方給擊殺了 如果你沒有辦法命中他的話 你會很容易被躲過技能的 你看這邊這裡 我基本上我是用平砍在砍這個格雷夫的 這個格雷夫成功的表演一波 基本上沒有吃到半招的一個情況 那這樣子的話你就會變得比較的尷尬 所以這角色其實追人並不是這麼的容易 他盡量還是要打一個反手為主 那在由防守轉進攻的一個打法會讓他比較強一點 另外就是要說他的E技能被動回血 在線上或在後期的續航都會讓他有一個不錯的情況 所以他不出吸血裝或者只買一把死亡之物 那靠他本身技能去砍小兵或砍一堆人 就可以回到很多血了 這是他好的地方 那看完前面這5分鐘的內容 我想你對建模應該有個初步的認識 直接去實測一場應該也可以玩出一點東西來 但開大的實際他有一些東西還是要靠實戰去做體悟的 那個大招其實還蠻容易在剛玩的時候不太會用 因為他是12秒內一定要死掉才會復活 一過12秒就沒辦法復活了 自己要衡量一下開大的時機 那接下來我還想開發的是一個打法 是中路帶死亡電型珠穿透的 不過這有點不太一樣的是 我沒有要走點燃或者傳送的召喚師技能 我比較想要試的是帶重擊的一個打法 因為新版建模的刷也很快 可是他不適合打野 因為單排之中打野你如果不能gank的話 你就意味著你的隊友前面可能會被gank一次死一次 那你的隊友就爆了 你如果走中路然後去刷野怪 走一個比較類似養狼 也不一定要養狼 就是你去吃對半龍六鳥 吃自己家的六鳥 建模的3Q可以很輕易的把六鳥給吃完 那我覺得這樣子的打法走中路應該是不錯有搞頭的 只是可能需要一點練習的時間 因為我覺得現在的版本有太多打法可以用了 他搞不好甚至可以走下路跟失溫或者跟吉林搭下 那感覺的效果也還蠻不錯的 不過這些是我還要再開發 那大家可以之後再去看看怎麼樣 好啦那希望這期影片對於你們是有幫助的 那喜歡可以點個訂閱或者分享給你身邊想要學習開發建模的朋友看 好啦那影片就到這邊啦 我是NYE 我們大家下次再見